从饮食解决孕期不适 轻松安胎 怀孕是每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为了宝宝 伟大的妈妈非常辛苦 饮食上要忌口 生病时为了宝宝的健康 在吃药时又要左思又响 而且为了满足胚胎及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 全身各系统都会发生一系列适应性的变化 包括孕兔 孕妇抽筋 孕妇疲劳 孕妇疲劳等等问题 让妈妈在孕期饱受折磨 再加上怀孕初期 孕妇比平时更加脆弱 胎儿也不是很稳定 因此对很多孕妇来说 早期保胎是十分重要的 究竟怀孕期间会引发哪些不适的症状 又该如何缓解孕期不适呢 现在就让营养师叫你轻松应对孕期不适吧 是的 那我最喜欢就是刚才丽婷说那句 边吃卵梦我刚才跟他说 看完笑说 这个太太怀孕如果这个没有把她照顾好的话 先生就说 因为太太就有时候边吃 先生 但是其实上天其实设想很周到 就在我们平时可以截取到的食物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安胎的 是的 其实现在现代人很多在怀孕的时候 就特别的紧张 尤其是第一胎 那动不动继续看妇科 其实真的有这样的必要吗 其实今天我们就请来了 我们的自然疗法师郑士英老师 告诉我们用饮食不一定要看妇科 医生也可以帮助自己来照须 是的 阿曼娜老师你好 阿曼娜老师自己本身就是过来人 是 那一看她样子一看 怎么看都看不出她已经生育过 对 所以就用这个自然疗法 对不对 但我刚才说的 其实在没有进入这些课题之前 先讲一下说 孕妇其实怀疑的时候 她真的是会很多情况 会让她荷尔蒙失调 然后很紧张等等之类的状况 这些都可以透过自然疗疗来帮助 对不对 应该是这么说 人一旦怀孕的时候 因为身体的荷尔蒙产生很大的 巨大的变化 那这个巨大变化是自然的 也是这些变化造成我们身体 有很多不同的症状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反应 所以是不需要治疗 太过紧张 对不对 不要太过紧张 是不需要治疗 是天然的反应 那我们常常说她只有不舒服和很不舒服而已 明白 是不可能会说很舒服 没有当然 对 可以这么说 但是没有人说感觉不到任何东西 因为怀孕的变化太大 整个身体的怀孕 对 一般上我们看到 就是这些怀孕分好几个阶段 一开始可能会出现的这些反应 初期我们说是大概一开始到十二周左右 就是头三个月 受孕到最大 头三个月的可能那个感觉 那个症状是最大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身体荷尔蒙 比如说HCG突然间会飙高 那这一些会给我们很大的反应 那其中一个最平常见是孕突 对 我们叫Morning Sickness 但是它其实是 通常反应的早上 早上是最常发生的 那可能你白天你会感觉好一些 但是其实如果发生的话 它再无时无刻都会发生 通常在吃饱后 或者是说你 怎么说 或者是嗅到一些味道 刺激性的味道 会特别觉得特别难受 对 想吐 比方像我一个朋友 他不喜欢那个煮饭的味道 那一回到家 家里正在包饭 他就跑去吐了 就嗅到那个 我的天啊 就是很重要 我们就通常觉得说 怎么这奇奇怪怪 吃它一点不奇怪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正常的反应 有很多时候医生就说 这是好事 表示说你的身体有在工作 你的身体的荷尔蒙的量足够 只是你身体需要时间去调试它 好 回一下耳面老师 这边说超过16周 就需要跟医生沟通 是不是代表说 你16周以下就不需要 一般上我们说这种孕吐反应 就是在第一个周期 就是到三个月 一到四个月呢 你的症状会消失 然后就稳定下来 然后就稳定下来 可是如果你的症状是持续下去的话呢 那可能你要找医生再进一步的沟通 看一下 对 是不是有其他的 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问题所导致的 那如果饮食上我们自己要调试 你有哪些建议呢 如果是孕吐来说呢 他们是最好是吃干的东西 和固体的东西 比如说所以苏打饼是妈妈觉得很好 苏解孕吐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因为它又咸 然后又干 然后又简单 然后面包 当然我们鼓励说妈妈吃有营养的 比如说全麦的苏打饼 全麦的面包这些都OK 另外呢 因为呢 如果你的肚子空着的话 那你想 会脏气 你就会变成有气 然后你想孕吐的那个 会更严重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 你少吃多餐 就尽量不要让肚子空着的 就有一些觉得说要吐就不要吃 那个其实反而是不好 其实爆反了 或者有些人说 你如果这边吃了 你再去吐 那吐了就算 可能你还有一些东西留在里面 那下一餐呢 你就不要隔太久 就马上吃一点东西 好的 然后还要保持心情愉快轻松了 因为有时候妈妈太紧张 也不容易 是 还有就是不要吃油腻的食物 这个不再花销 健康也不适宜吃油腻食物 好 那这个孕妇不失的第一个阶段 除了刚才这个孕 是我们常听到的 胃口改变也是 其实也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它会造成我们可能对某些食物的味觉改变了 或者是嗅觉也是改变了 所以我们会偏好一些食物 一般的孕妇比较偏好带酸的食物 还有辣的食物 就是以前可能不喜欢吃榴莲 突然间很喜欢吃榴莲 对 或者你很喜欢吃某一样东西 突然间你会 完全觉得很恶心 对 特别的偏好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食欲的改变 我们还可以有哪一些调整呢 我是建议说 因为第一你可能不舒服心情不好了 所以尽量选择一些外观比较吸引人的食物 这个有一点影响 心情还是很重要 至少卖相 眼睛看上去 已经觉得比较好看 然后第二呢 你还是一样要试试说 不要说没有胃口就不要吃 当然也不要逼自己吃 可能你都吃一点 然后就分开来 这样少吃多餐 然后呢 因为我们是要希望你得到不同的营养素 所以不要说我只喜欢吃那个酸辣汤 我就每天喝酸辣汤 对 你要吃不同的食物 对 最后一句那个是重点 食物的选择应该多样化 注意营养的均衡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重点 那要怎么去吃才会均衡 那待会儿呢 我们的儿们老师会给大家建议 现场煮一煮 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精神上的状况 她觉得很想睡觉 她觉得很累 这个也是正常的 四睡呢 其实是最正常的一个反应 很多妈妈都有包括我自己 那我觉得因为你的身体 因为她每天都要发展 在发育 那有些时候 她在用你的这个母亲的体力 对 她在用你的营养素 所以你需要很多提供她很多养分 那有些时候自己慢慢的体质可能不好 你的营养跟不上 那你就会觉得想睡觉 这样子 然后一方面 睡觉也是可以给你养胎 我们说 所以其实 这样试睡 过度试睡 是不是一个讯号 如果你一开始有些人说月景又没有来 特别累的话 对 它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讯号来的 可是这个失睡程度是很夸张的 我告诉你们 就好像我像很多朋友 他们可以工作到一半 去厕所睡觉 就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会吃饱后 然后去会议室 就是午休 真的是受不了了 真的是受不了的 所以其实没关系的 在调整上 就是你会鼓励说 你想睡就睡 要睡就睡 对 其实是鼓励你 尽量做多一点休息 所以这个老板们要体恤一下 然后真的要了解一下 对 要比较体谅一下 是 那这个时候就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 比如说不能太激烈的运动 比方说因为你身体很累 我觉得休息是一定要的 所以一定要多一点休息 然后如果你真的想睡觉的话 千万不要喝咖啡来提升 因为我们知道咖啡因 尤其是在第一个阶段 它会刺激着子宫收缩 造成流产 会造成流产 那个是重点 就是有机会造成 所以不要喝咖啡来提升 累的话就尽量去休息 为什么不要自行开车 那个有什么关系 因为有些妈妈真的是太累了 就像说你这个四岁 是你受不了的 四岁然后就受不了 对 有些是会晕 所以就不要自行开车 然后量力而为 五岁这个 我这个午休的补名 你要十到十五分钟 这个是什么 因为一定要这个 什么标准 对 什么标准 一定要这个 当然你如果你没有上班的话 你可以在家里补个半个钟 一个小时是没关系 如果你这是正在上班的话 十到十五分钟 有些时候帮助很大 帮温 对 帮温 然后就跟你上师说一次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然后可不可以小修一下 然后再回来工作 很有帮助 对 然后比如说像孕妇的紧张 心理方面 可能这个不太容易调适吧 这个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人 尤其是第一胎 他们就会可能我们讲的特别紧张 不只他紧张 家人 也很紧张 家婆 也压力也都一起来 他讨论是身心灵上都受成熟很大的一个家人 那他可能未必了解你的处境 比方说你试不下 可是你先生说一定要多试 一定要多试 对 这时候你会有额外的一些压力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跟你的先生多做一些沟通 到底是怎样 我觉得先生会解释也是家婆 你不能不试 你现在有还能试 你一个人吃给两个人的份而已 也不是全部家婆都讲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太多迷思了 那母亲也搞不清楚 到底有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比如说不可以吃木瓜 会有黄胆等等的 那这些都是迷思 所以我觉得妈妈自己要科学性的去分析 是 这个迷思不用担心 然后像我说Amen的老师会逐一地给我们记得开这个迷思 所以刚才说跟另外一半的沟通很重要 而且保持乐观心情 因为胎儿的情绪 就我是相信胎教 就是他会说妈妈的情绪 而且定期要跟医生沟通 对 就让医生知道说你现在这个状况是正常 对 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医生去做多沟通 那在吃方面呢 这个时候运动胃口会大增吗 需要多吃一些给宝宝吗 基本上在刚怀孕的初期 不一定是说要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分 这个绝对是一个迷思来的 那反而你的分量在第一个阶段 是要照平常的分量来吃 除非你平常是那种体重比较低的 但你可以增加多一点就这样 否则你就照三餐来吃 因为这个阶段呢其实你的身体需要的是营养素 但是不是热量 热量的增加是不需要额外的增加 因为叶酸主要是它可以预防这个神经管的缺陷问题 可是在六到八周已经差不多成型了 所以很多人 怀孕之前就要先准备 对 如果你要准备怀孕前就要吃 那大概是一天是400微好克 微量克 MCG 那200我们是要从饮食上摄取 对 酸一些食物 所以饮食上呢我会比较鼓励说绿叶的蔬菜 比方说这里有这个野菜花 对 十字花刻然后绿色也有 或者是芥兰也是有 其他像牛油果 葵花籽 黑豆都有 你不要这样紧张 我们稍后要是跟我们讲的 我要准备了 是 你不要这样紧张 我们先去休息一下 在休息前看一下这个 妈妈跟宝宝的互动 可以看一下 妈妈与宝宝的互动 第一 语言交流 父母经常与胎儿对话 能促进其大脑发育 对出生后的语言及智力方面的发育 有着重要的 孕妇就可以和胎儿对话 由于胎儿还不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 所以他们不能理解谈话的具体内容 但他们可以用大脑来感觉 和接受母体的信息 到了五个月 胎儿对声音的敏感度也会提高 此时更是进行语言交流的最好的阶段 妈妈应该随时随地地用语言 将行动告诉胎儿 描述所看见的美好事物 当然也可选择唱歌或读书给她听 第二 运动交流 适当的运气运动 除了可以舒缓孕妇的压力 稳定情绪外 也可增加胎儿的血液供养 加快新陈代谢 这样对宝宝的生长发育 也有一定的帮助 妈妈去户外或公园里 活动活动 呼吸大量新鲜空气 既有利于胎儿骨骼发育 又可防止妈妈发生骨质软化症 第三 抚摸交流 孕妇抚摸胎儿 既是一种感情的交流 也可以促进宝宝的身心发育 使她更加健康的成长 对胎儿致力的早期开发 也有帮助 通过对胎儿的抚摸 可以沟通母子之间的信息 交流感情 从而激发胎儿运动的积极性 这样可以促进宝宝出生后 动作的发展如翻身 抓 握 爬 坐 立 走等等 第四 营养交流 胎儿的脑部发育 会受到孕妇养分摄取的影响 从怀孕37周 直到宝宝出生后 约两岁左右 营养的质与量 对宝宝的脑部发育 都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在怀孕期间 孕妇吃尽的每一样食物 除了会经由期待 传达给宝宝之外 也会因为孕妇的咀嚼动作 而让胎儿出现学习性的吞咽动作 甚至是吸水行为 这也是母子间最直接的交流方式 建议孕妇最好避免摄取任何 有可能伤及胎儿的食物 另外怀孕前和初期 一定要注意叶酸的社区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 怎么去从健康的自然的方式 去让孕妇 调解她们的不是 不是的感觉 那很多孕妇 很多孕妇 尤其是第一胎刚刚怀孕的时候 她会特别地紧张 水会吃特别好 这个水会吃 那个可不可以 又搞到自己有点神经细细那种神经质 你怎么建议 我是建议说 你平时的三餐先把关好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米饭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蔬菜 然后还有 有卡路里 有营养的东西 那个先把关好 其他额外比方说 那些药材那些 那如果你不懂的话 那最好是不要吃这段时间 尤其是第一期孕期的 第一期 前面三个孕期 就是不用刻意去改变你的眼神习惯 或者是增加额外的一些营养辅助品 你不了解的保健品 就是你抽烟喝酒的 一定要把烟酒戒掉 这些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一些生的东西也不要吃 比如沙拉 生鱼片 因为有那个病菌 对 对 所以你要以养胎为主 好 那比如说有一些人很喜欢喝 一天要喝三杯咖啡的 这样他是不是有意思说 他一开始发现自己怀孕 就马上要剪了 我会比较建议说你把它戒掉 当然有些医生说 你可以一天一杯黑咖啡 这样子 最多也是一杯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体质比较弱的 然后太不稳定 那我会说你把它戒掉 可以 好 那我们直接就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跟第一有什么差别呢 第二个阶段 因为那时候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大 七到十次白天 然后晚上有些还要三到五次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对 也会影响到睡眠 甚至有些孕妇用力一点 都会觉得好像是劲的感觉 对 因为它 因为就是那荷尔蒙 它会把我们的一些底盘那些肌肉松弛化 所以弄到我们的肌肉 如果不够有力的话 那就容易松弛掉 这就hold不住了我们所讲的 那它有些什么运动啊 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助的吗 很好的是做我们叫提肛 或者叫塑肛运动 对 而且这运动你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做 对 人家都看不出来 自己每天都在做 对 因为你要训练你的肌肉 底盘的肌肉 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就是水分 你不要说因为你要上厕所 而不要补充水分 因为那是正常的 所以水分要照补充 只是晚上可能可以适量地喝 零睡前不要喝太多 然后最重要是妈妈千万不要憋尿 因为憋尿容易造成这个膀胱发炎 然后会有其他的病发症等等 越搞越复杂 其实老师 在第二阶段 很多孕妇开始担心 就是她会有肿的状况 然后甚至那个妊娠门全都跑出来了 对 这是正常的吗 这个也是正常的 但是不是每个妈妈都会有 那我主持人就说 因为我们的子宫压迫那个下盘 所以最常见的 第一我们会有静脉虚张 我们先讲那个血管 血液循环不良的问题 好像那个筋全部都跑出来了 对 你一看有些妈妈的脚会肿 其实也跟静脉虚张有关系 然后因为那个血循环 它回流上来的 她会看到那个爆筋这样子 对 爆筋看到这样子 但是很幸运的是很多妈妈过了之后 就会好悔 这样子 当然 静脉虚张说 我们会说导致血循环不好 比如说你常常工作上需要 常常 坐着 或者站着 或者你坐着喜欢做那个盘脚的 饿郎腓的 盘脚非常不好 对 对 因为会影响了血液循环 所以我们就算是血液循环的问题 那最好是可以说 比方说晚上可以抬一下脚 或者说做一些按摩 按摩小腿 对 一双好的鞋子 非常地重要 所以美朗说建议说这个抬脚 晚上的抬脚 你是说是把枕头 放一个枕头在脚底下 或者是五分钟就够 还是整个晚上要这样的 就是其实一些生长性的 腿部生长性运动 当然你可以把枕头抬上来 躺着的时候这样子 或者自己的脚尝试抬上来 到你可以承受的那个弧度 通常不是90度 对 它这个血液回流一下 放松脚的肌肉进来 是一种伸展的一些运动 是 那热敷可以吗 有一些人喜欢 比如泡一些热水在脚那边 或者用热毛巾来敷 对 热敷也是可以 就是尽量就是 或者有些人他们也会 怎么说泡一点脚 就是稍微不要太热的水泡脚也是OK的 但是脚底按摩是不可以的 脚底按摩是不可以的 那太刺激了 当然静脉曲张 当然你的脚定脉曲张 你的可能你的子宫 或者下盘处也是会静脉曲张 就造成我们所谓的痔疮 哦 这个就麻烦了 他们是同一个原理 是 这个痔疮怎么办呢 痔疮就是说 当然因为有些妈妈 他们可能说比较喜欢吃甜食 或者说比较喜欢吃肉类 有些是妈妈以为说要补婴儿 就拼命地吃红肉 当然这一些呢 你会变成你的 比如说纤维石摄取不够 然后造成疲秘 造成这个痔疮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非常常见 这样子补一补胎儿 会不会变一个GBB 所以我们说你还是要控制那个热量 不是说你吃的 不是只是补就可以了 是营养 对 注重营养 每个妈妈都希望吃进去的给太儿 然后自己不要补 是不是 但是这个有点难 不太可能 好 这边提一下 这个重点刚才提到说 这个15分钟是小腿按摩 而不是脚底按摩 这个要搞清楚 对 是小腿按摩 是不同的东西 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便秘和痔疮的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呢 水分一定要够 然后当然纤维质 我是说 但是纤维质的话 是以蔬菜和水果的纤维质 不是那种市面上的 那种纤维质的产品 或者因为那些产品 有些时候 如果你没有注意标签 它可能会有一些 卸药的成分 那就危险了 对 那就危险了 就尽量保持千燃的东西 对 然后避免辛辣 或者是肩胶类的食物 因为它们会 就恶化这一个 痔疮的那个问题 当然也是要避免说 站太久 或者是坐太久 是 可是刚才说 那个水分的摄取 我们每次说八大杯 其实那个量还是八大杯 还是八大杯 它的公升可以多少公升 不用可以增加 还是一样的量 对 还是一样的 除非你流很多汗 因为已经孕妇 她们特别有热 对 然后就冒很多汗 那你可以稍微再补充一点点 好 那警戒就是 很多妈妈都很怕的 妊娠纹 那妊娠纹是什么东西 妊娠纹就是说 因为你的 比方讲 常发生在我们的肚皮 大腿内侧 大腿这边 甚至腋下也有 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皮肤 它在张 穿大 穿大 那有些时候 如果你的体重 就是加入体重太快了 迅速 那你的肚皮 一下子还没来得及 事情就增大 它就增破了那个弹性 就造成这个韧纹 那要怎么办 那要怎么办 你的手 你的脚 控制体重 这个有难度 我刚才说要不要 现在突然间要控制体重 怎么办 所以我们一般 因为以前的人他们怀疑 可能以前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 我们都说你要多吃 现在我们反而常常告诉妈妈 你不要吃太多 不要过胃 对 不要过胃 然后当然我会鼓励说 你一进入怀孕期间 你就赶快涂那个润成膏 的确很有帮助 对 因为你不要那个皮肤太过干 就让你的那个皮肤有伸缩性 比较大一点 有弹性 真的有弹性的功能 好 那来到这个13到26周 我们的这个在吃的方面 老师给一些建议 他们应该要吃 比如说多少个饭 你给你看 其实这段时间 第二阶段是妈妈 我们每次说是晚餐 因为这段时间的妈妈 通常是比较胃口 比较能够吃 也比较能够享用那个食物 女生一生人中 可以自由自在地吃 不用担心的时候 就是这个阶段 所以但是妈妈能够吃 也不能够太放纵 我们说 不会随便吃 对 那你每一天 一天所学的 是到增加300大卡左右 300大卡是热量 对 两杯奶 也不是很多 300大卡是一个甜甜圈 就是300大卡 比方想你山汉的中间 你吃两杯奶就300大卡 两杯奶早晚各一杯 对 或者是说你吃两粒鸡蛋 加一片面包就300大卡 对 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所以你看到说 不是很有条件的 你可以说吃午餐大餐 像你已经这么瘦了 狂吃 狂吃 出一个米其林出来 但是要吃纤维嘛 就吃纤维量高 应该就可以了吧 对 那这段时间 因为宝宝的需求 他们的发育需要 某一些特定的营养 当然除了你的平常能量 比方说宝宝很喜欢钙质 整身的骨骼 然后需要铁 还有需要就是蛋白质 还有一些好脂肪 让我们的脑部发育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刚才讲说铁质吧 铁质在想 因为这段时间 可能他们的 因为铁质是我们的 血液的来源 当然除了一些肉类 有很丰富的铁质之外 在这边可以看到说菠菜 其实我们知道 是菠菜很高的铁质 还有就是这个番茄 番茄铁质很好 而且很多茄红素 抗氧化 然后对我们预防认识 也是很好抗氧化的东西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一些铁 比方说一些海带 海带其实 紫菜 对 紫菜 这些都很好 而且海带也是有 很丰富的钙质 然后呢 这是燕麦 夏芹酥也有 燕麦 对 其实燕麦挺好的 那你可以喝燕麦奶 因为很多妈妈 如果说你乳糖不耐症 你未必要喝牛奶 对不对 或者说有些人 不适合喝牛奶 那我觉得其实 这个燕麦奶是不错的 可以补充钙质 和那个蛋白质 当然豆奶也是一样 还有一些乳酷 对 那蛋白质呢 也是这些食物 比方说我们的芝麻 海带 乳酷 豆奶 燕麦奶 都有 还有黄豆的制品 所以其实吃得好 比吃得多更重要 是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身上 其实你不用吃动物成品 你可以的 素食者 对 吃素的 这个天然的食物 食物 蔬菜等 好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所以稍微来 继续请Amanda老师 来跟我们依依姐开街 晚期了 就最后一个运期 最上第三阶段 会怎么样 稍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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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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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